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来谈这个主题,就是四项假设性的思维。 那我们现在要来进入第二项,也就是hypothesis,就是被检定的,就是我们刻意去定下的这个假设,然后呢,尝试着来收集事实,来把它否定掉。 那么这个就是类似我在上个回合所谈的一个法官,在这个面对被告的嫌疑犯的时候,那么他必须来做一个假订,这个嫌疑犯啊,这个被告是清白的,是无罪的。 然后呢,再来要求检察官等等,去找事实,去调查,找证据,来否定掉,这样子的一个假订。 一旦被否定了,那么他就变成会被定罪,会被判刑。 OK,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做个铺垫,就衔接一下上个小回合的,这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议题,也就是衔接到之前,我们所谈过的这个概念,来帮你做一个衔接。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衔接到这一个,衔接推理法,衔接推理法,就是我们之前呢,前几个单元所提到过的,叫做衔接推理。 那衔接推理呢,那衔接推理呢,就是先看到了一些现象,就先看到了这个现象。 然后呢,看到这个村庄里头有很多人没有得天花,因此呢,这一个医生呢,就去做个假订,是假订说这个感染过这个牛痘,那么他就不会再得天花了,对天花就免疫了。 好,就是,这是一个推理,一个推理,一个假定性的,那么之后呢,这个医生就去证实,啊,去,啊,一开始可以否定,就是说为了实证,证实这样的一个推理是对的,好,但是一般来讲呢,在这里呢,我们是想去做反证,啊,做反证,啊,一般来讲要证实,比较困难, 但是反证呢,但是反证呢,反而比较容易,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实证的时候,那么先从反证出发,啊,先从反证出发,啊,先从反证出发,如果呢,没办法被反证了,那就继续再找事实,啊,之后呢,很可能会,就会导出来一种实证,啊,一种实证,啊,OK。 那,这个,他就推出来这个音呢,啊,就是依照这样子一个想象,就是一开始呢,啊,一开始他是先有假定,啊,先看到这些人都是,啊,没有得天花的,啊,没有得天花呢,他猜出他的音是什么,猜出他的音是中牛豆,啊,因此呢,他就把焦点放在,这个牛豆的这个角度, 不然,看到那个健康的人没得天花,但是他的可能性有很多啊,啊,所以呢,他怎么会去联想到牛豆呢,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推理法的一种优点,啊,他可以,依照他的,啊,无中生有的想法,可以依照他的经验,可以依照那很多狮子马迹,等等的,去做这一大,啊,做这个推理, 那么从这个推理当中再去找出来,啊,比如说你可以做呢,啊,啊,这个H1,H2,H3,一直做很多推理,然后再去筛选,出来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一个牛豆,之后呢,再来尝试做否定,啊,比如说,你可能看到的H1,啊,那看到的是H3,啊,一开始可能很多种,啊,一开始H4,然后一开始这么多, 那该怎么办,先做否定的,先去把它否决掉H4,否决掉H3,否决掉呢,这个H1,因此呢,就会把这一个医生的重心,把他的经历,放在H2上,那么这H2呢,就会放在牛豆上面,啊,那牛豆呢,因为没有被删除,啊,没有被删除呢,所以呢,就可以转而实证,啊,转而实证,所以一开始,是因为,这个H2呢, 是躲在这么一大堆的假定性当中,那么怎么去把它凸显出来呢,把别的都否定掉嘛,啊,那,这个就跑出来了,所以这个没有被否定,之后会,啊,转变成,啊,可以来,啊,用心的去实证,啊,去实证它,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我再喜欢举这个龙中队的例子呢,龙中队呢,一开始,啊,就是,啊, 啊,这一个告示,啊,一开始就是告示的刘备,一分天下,啊,比如说一开始有这个一分天下,二分天下,啊,这个,啊,一分天下,二分天下,三分天下,然后呢,这个可能还有四分天下,可能一大堆的,然后呢,这孔明一开始呢,到底我这么多,怎么去找到我要的东西呢,啊,就开始呢,做否定,啊,一分天下,把它否定掉, 啊,二分天下,把它否定掉,有没有,那龙中队就是,一分天下,二分天下否定掉,那么,三分天下没有否定,没有否定呢,就转了实证,所以呢,他就说,啊,这一个,啊,刘表呢,啊,在荆州,兵力不强,啊,在,这个四川之刘章,啊,不得民心,啊,所以呢,就转了实证,OK,所以呢,这个,否证是要否证掉,啊, 啊,没有可能性的,啊,没有可能性的,然后呢,就来对这个,没有被否证的,来下功夫,去做更多的实证,OK,更多的实证,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这样的一开始呢,我们可能,啊,啊,啊,这个,在天花,我们刚刚讲的是先有观察现象,但是有时候,啊,这个不用把现象特别凸显出, 出来,直接,啊,就下这一个假定咯,啊,就是,因为其实这里头不是没有写出来,其实我们一般来讲,他也会观察到这个现象,只是没有特别的凸显出来,所以呢,一开始会先画这样一个假设,所以呢,假设什么,啊,天花的免疫,是来自牛豆,啊,来自牛豆,这是一个假设,啊,也就是,得够牛豆的,就不会有,啊,天花的,啊,就,就, 就会得到免疫力,啊,会得到免疫力,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决定,我们的采取的行动,啊,采取的行动,OK,啊,开始,这是我们的一种假设,一种假设,那,那如果把这个假设当真理,当信仰,那么,啊,就可能变了三逊了,那变了三逊之后,我们就视以为真理,因此呢,就会采取这个行动,啊,这就变成我们的,啊,这个决策, 还有action,啊,但是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再经过,这个缓证,啊,再经过缓证,OK,啊,再经过缓证,所以如果呢,我们去缓证看看有没有得天花的,但是,也得过牛豆的,啊,种过牛豆,那么,他得天花的,那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否证掉了,把他否证掉了,如果这个否证都没成功,都没成功, 那表示呢,这一个有可能性,有可能性,所以呢,就可以进一步的,去做实证,等等,去推论出来,啊,就是,天花的免疫,啊,这样的一个果,啊,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因在这里,这是因,啊,那就是,这里就是,这一个是证实的,这个因果关系,所以也证实了,我们的hypothesis是对的, hypothesis因为,种过牛豆,就可以免疫,啊,就是我们运证了,我们的假设是对的,啊,那是因为,没有被否定掉,如果被否定掉,那就没有啦,OK,所以他是在缩,缩减我们的,这个可能的,啊,有可能性的东西,所以呢,一分天下,二分天下,都删除掉,就会把重心, 放在三分天下,OK,好,现在我们就,进入,进入到正题,咯,这假定,就是hypothesis,是一种有意识的假设,啊,conscious,就是,啊,有意识的,就自己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啊,那纯粹的assumption,啊,纯粹的assumption,啊,纯粹的assumption,就是,无意识的assumption,是,心中,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却相信,他是真理,啊, 啊,所以心中清晰之道,他只是一种处于政绩不足,情况下的想象,跟推测,所以有待,进一步的,证实,啊,就是进一步的,去这个,啊,否定,然后,再来经过实证,否定的目的,需要删除,可能性低的,那实证的,啊,目的呢,是要针对,可能性高的,啊,去做,更生日的,一种,啊,研究, 然后,这也就是,胡适先生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啊,做这个hypothesis,要大胆一点,然后呢,小心呢,去收集事实,来把它,想办法来把它否证,之后呢,再变成实证,在这个研究方法里头的假设,它很适而,作为这个问题的起点,啊, 啊,引导,我们,进一步的去探索,啊,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不用考虑到,很多的证据,所以呢,就提出了,这个议题,所以,当成这个起始的议题, 当成一个出发点,然后,它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探索,OK,它的用意在这里,就是,它可以引导我们,去做, 收集,事实,等等,啊,来做,啊,实证,或者是做否证,所以,它很重要,就是,这句话,引导人们,去,收集,事实,啊,进一步的探索, 跟验证,OK,所以,不,啊,不知道的假设,不自知的假设,以这里的大胆假设,衔接起来呢,可以激发出高度的想象力, 就是说,这里头是走出的碉堡,啊,走出自己的,一个,啊,堡垒里头,那这里是,大胆的,去想象,这个外在的世界, 这里是,走出自己的世界,啊,然后,大胆的去想象,外界的世界,然后,再来,小心的,去求证,这个外来的世界,啊, 那,但是,因为常常,啊,这个,啊,不自知的假设,他会把它排除掉,大胆的假设,有没有,就像说,这个,马术跟王平,啊, 那么,王平是大胆的假设,这个,大胆的假设,呢,这个,司马仪,呢,会把这个,啊, 啊,我们的军队,的这个,水源,把它截断,啊,大胆的假设,但是,呢,这个,啊,马术,呢,他自己相信, 这个,啊,自知死地而后生,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啊,他的假设, 所以,他就不听王平的,大胆的假设,咯,所以呢,这个,心中的,不自知的假设,呢, 常常会排斥,大胆假设的机会,啊,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四项的,思维当中, 第一项,必须先进行反思,啊,之后,才可能,呢,这个,大胆的假设,啊, 所以,这两个,有时候,呢,要搭配在一起,呢,就能够,创造出,高度的,想象力,跟创意,咯, 除了对别人的,论事进行大胆假设之外, 那,小心求证之外,我们,啊,这个,对自己,也会做出大胆的,假设跟小心的求证, OK,啊,所以呢,啊,对于别人的,论述, 譬如说,这一个,王平,呢,说,这个, 司马懿会把我们的,水源,截掉, 那,这个,道理来讲, 马术应该,对于王平,就是别人的,论述, 应该是进行大胆的假定, 然后呢,小心去求证, 好,那是,那个, 那,对自己也要做大胆的, 假定跟小心的求证, 好,那,这个都是, 好,所以,反思自己,洞察别人, 然后,大胆的假设, 对自己,也要对别人,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这个,两项,呢, 无论是反思, 还是假定,都是, 可以对自己,也可以对别人, 至于呢,怎么定定出这个, 啊,踏实的,啊,不会太虚张的, 不会,啊,这个,啊, 太浮夸的这种假设呢, 因为假定,你可以,啊, 天荒夜谈的假定, 但是作为呢, 我们要探索问题的时候, 作为理想的起点, 所以这个假设要踏实一点, 好,啊, 啊,避免这个假设呢, 这个,啊,包括天荒夜谈的都纳进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推荐, 采用麦肯锡的, 这个MISI,啊,MISI的这个概念, 所以可以让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假设的议题呢, 做得很精致, 叫做,啊, 叫做扎实的假设, OK, 那这个MISI呢, 就是不重复, 不遗漏, 这就是不重复, 让这个议题呢, 不重复, 那么也不互相的, 这是不重复, 这个是,啊, 这边就是,啊, 任何一个点,啊, 就是,啊, 不重复,啊, 然后呢, 这边是不遗漏,啊, 对的, 这不遗漏, 就是能够包括整体,啊, 包括整体,啊, 就是能够把很多的部分, 很多的议题, 叫很多的part, 啊, 这个part, 之间不要互相重叠, 但是, 所有的part呢, 啊, 必须,啊, 所有的part呢, 组合起来, 啊, 必须是等于后, 就是必须, 这些part呢, 必须涵盖整体, 那每一个part之间, 不要互相重叠, 这就是MISI, 这样子, 就可以把这一个假定,啊, 的议题,啊, 把它组织成一个树状结构, OK, 所以MISI的模式,呢, 是让我们定定这个很扎实的议题, 啊, 那它称为叫Initial Hypothesis, 然后呢, 让我们在展开这个细节的议题的假定, 逐渐建立出一个叫做议题数, 议题数, OK, 啊, 就是大的议题, 再分解成小的议题, 但是都E, 这个MISI, 啊, 你现在有一个, 啊, 议题, 啊, issue, 然后分解成好几个, 啊, 比如说, 一分天下, 二分天下, 啊, 三分天下, 这样子, 啊, 就不重复, 也不遗漏了哦, 啊, 也不遗漏了哦, 然后二分天下, 再把它分解, 啊, 然后呢, 三分天下, 再把它分解成很多小议题, 这样变成一个议题数, 啊, 那这些都是一种假定性的, 那么的议题数, 每一个都是假定, 把假定, 很多假定, 大到小小, 把它串成一个议题数, 然后呢, 来一一的找现实, 找事实, 来把它否定, 来把它否定, 啊, 所以呢, 这就是孔明的这个空乘计哦, 啊, 孔明的空乘计, 所以呢, 啊, 孔明现在, 司马懿已经冰层临下了, 啊, 冰临层下了, 那冰临层下该怎么办, 啊, 这个时刻呢, 啊, 就是孔明就在思考, 我有什么样的侧类, 啊, 就是, 啊, 冰临层下了哦, 这是, 司马懿呢, 啊, 啊, 司马懿冰临层下了哦, 啊, 这两个议题不会重叠, 这两个议题不会重叠, 这些议题之间不会互相重叠, 叫做, 啊, 不重复, 那么, 这一个这些涵盖的所有可能的议题, 叫做不遗漏, 所以呢, 啊, 这一个安全撤退吗, 可以守在城内吗, 啊, 这一个正面迎战吗, 踩空乘计吗, 等等的, 然后呢, 对于这个守城内呢, 啊, 我们要有东西吃, 而且要人要够, 不然你守不住, 所以呢, 又把这个分成两个小议题, 然后就开始做否证, 开始做删除, OK, 啊, 这样子, 啊, 所以密西的思考态度是建立, 啊, 这一个议题数, 然后呢, 让我们的假定, 啊, 组织起来, 成为一个假定性的议题数, 然后呢, 再来是逐渐的排除, 在这里呢, 做否证了, 逐渐的这个排除呢, 走不通的路, 啊, 那么这个时候, 要分析事实, 啊, 要分析事实, 啊, 分析这个, 啊, 实际的状况, 来发现, 有哪些议题呢, 这个, 啊, 假生性的议题被推翻, 就把它删除掉, 议题数的这个分支, 啊, 就像这个地方, 如果发现, 粮食不够, 那么, 不管你兵力再多, 那粮食更快吃完, 所以呢, 只要这边化差, 整个就化差啦, 那这个全部都不要啦, 啊, 用删除法, 删除法之后, 就会把精神集中, 在这里, 那开始转而做实证, 都有可能, 因为你删除不掉, 就转而做实证, OK, 啊, 那这个空城纪, 就是这样出来的, 就这样出来的, 所以呢, 逐渐的, 就把这一个正确的路线就浮现出来咯, 浮现出来之后, 就改为实证咯, 因为你否证不了嘛, 那就改为实证看看, OK, 就这样子的, 它只是在计较你的精神, 所以呢, 那MISI就是希望啦, 这个MISI的MI就是希望, 这个每个part都是独立的族群, 才可以一一的检验, 那SI的话就是能够涵盖整个问题的每一个角落, 就是涵盖的后, 然后这边是一大堆的part, part之间不重叠, 不重叠, part跟part之间, 那么这边是希望呢, 所有的part的集合, 然后等于的who, 涵盖整体, OK, 好, 再来MISI的这个模式呢, 是一种hypothesis假设驱动的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也很适合这个架构师跟设计师来使用, OK, 好, 架构师呢, 常常要大胆的假设客户老板团队的期望是正确的, 然后呢, 基于他从这个V段的技术经验, 从更多的实践细节当中, 来给他做小新的求证, 然后呢, 就可以增加他的可实现性, 可实现性, 透过他的技术, 以及他在V段的经验, 来给他做这一个求证, 那么如果被架构师否定掉了, 就像说这一个刘备的这个统一天下, 被孔明否定掉了, 那么逐渐的这个老板客户呢, 老板呢, 经理团队呢, 等等就会逐渐的就跟着这个V段架构师走啦, 比如说, 这个孔明, 这个领导的刘备, 所以刘备呢, 就带领了官公张辉, 赵子龙就跟着孔明走啦, 那这就是A段架构师的一个重要的思维技巧,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几个例子, 所以呢, 什么叫做假定, 好, 所以我们就来, 当我们看到这个大米手机公司, 采取呢, 这个高质量的手机, 却卖中价位的商业车类, 好, 那么会赚很多钱咯, 这是假定的, 好, 那我们就来, 啊, 这个实证看看, 那么什么叫做高质量的手机, 卖中价位呢, 就是跟iPhone同等级的, 跟三星Android手机同等级的, 这种卖4500块, 啊, 这个RMV的, 这种高质量的手机呢, 只卖2800块钱, 啊, 这个中价位, 那这样子的话, 可以赚钱吗, 啊, 啊, 可以赚很多钱吗, OK, 啊, 看起来, 这个是给用户占便宜咯, 给用户占便宜咯, 但是,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大米, 啊, 现在是逻辑呢, 把它推推看, 如果大米的商业车类, 会赚大钱, 就是肉P嘛, 啊, 如果是P, 那么原来卖高质量的, 啊, 也就是高价位高质量的, 手机公司是三星, 他的生意就完蛋了, 这生意就完蛋了, 同样的, 原来卖中价位的, 如美通公司, 那么他指他卖中价位, 卖中质量的, 那么他的生意也大减咯, 啊, 那我们再来依照这逻辑呢, 引导我们去收集事实, 啊, 这是引导我们去收集这个事实, 所以呢, 第一个, 我们很重要这个概念哦, 就是, 啊, 这个, 啊, 啊, 一, 先有假设, 第二个呢, 啊, 在刚刚有透过一个简单的推论, 啊, 简单的从这个假设呢, 做一些, 啊, 简单的推论哦, 推论之后, 接下来, 就依照这个hypothesis跟这个推论, 引导我们去, 啊, 收集事实哦, OK, 所以他很重要一个就是, 啊, 他是比收集事实还优先, 所以才叫做假定嘛, 啊, 如果是依照事实来推论, 那就叫做结论了嘛, 所以他是先有, 这一个假定, 然后再依据假定, 再稍微做推论, 推论之后, 然后就依照这两个, 来说, 引导我们收集事实, 因此呢, 若p则q, 就相当于若灰p则灰q咯, 啊, 然后呢, 就去找这个事实咯, 啊, 如果他, 这个p, 会很成功, 那么这个q呢, 啊, 啊, 就会完蛋, 就会完蛋, 所以呢, 我们就发现, 三星呢, 还有这个其他公司呢, 都不会可能让收益生意受损的, 所以必然他会采取缓制的动作, 所以呢, 他这个策略呢, 这个商业策略呢, 不会持续太久, 所以不能成为长期的, 啊, 一个生意策略, 只能是一开始, 啊, 做shadow之用的, 啊, 所以呢, 把他否证掉了, 大米公司的商业策略, 不可能呢, 维持赚大钱, 啊, 所以呢, 只是一开始, 做个shadow呢, 然后很快, 就会返回到, 中质量, 卖中价位, 的这种商业策略咯, 啊, 所以呢, 这就是, 啊, 把他, 啊, 否证掉, 所以, 那就不用去学他咯, OK, 好, 接下来再来看电视机的, 刚刚看手机咯, 接下来就看电视机, 那他把这个三家电视机的厂商, 不同的平台, 来整合出共同的平台, 啊, 这是有一个单位, 有一个单位, 来做这件事情, 那这, 这个可以大幅的促进APP的跨平台, 就是因为他把三个平台, 整合出共同的API嘛, 所以呢, 所以这个APP呢, 就可以写一支AP, 就可以跨三个平台都可以跑, 因此呢, 他非常有利于AP开发者的经济收入嘛, 啊, 因为本来是, 要每个平台都要写一个AP嘛, 都要改才可以跑嘛, 现在呢, 写一支就可以跑三个平台, 所以, 啊, 每个平台呢, 啊, 是有一千万个用户, 每个平台一千万个用户, 结果他就会获得, 啊, 啊, 有可能呢, 这个市场就扣大三倍了嘛, 扣大三倍了, 啊, 所以收入有可能变三倍嘛,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有利于开发者的经济收入, 所以呢, 会很受APP的开发者的欢迎, 就是用假定嘛, 是用假定, 好啦, 那来收集这个事实, 啊, 是不是由这个hypothesis呢, 来引导我们来收集这个事实, 啊, 那, 这个HTC, 啊, 三家电视机的厂商连产量都在一千万台以上, 所以呢, 这三家电视厂商呢, 也还是继续开放自己的独特API, 给APP, 啊, 那如果说他的独特性的API都不给啦, 那AP开发者一定会采用这个共通性的这个API嘛, 啊, 现在来, 啊, 这个收集的这个事实之后, 我们在, 啊, 这一个继续的来看, 啊, 这一个, 啊, 更, 更多延伸出来的这种推论或是事实嘛, 啊, 然后再来就是, 啊, 问问AP开发者就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推论咯, 这由于量产, 产量非常的大, 所以呢, 呢, AP开发者呢, 宁愿选择呢, 独特的API, 啊, 然后呢, 因为你选择了API, 他就, 啊, 变得不能完全跨平台了哦, 但是, 他有一个好处, 他可以益装在, 这一个特定厂商的电视上, 一起去销售, 所以, 他可以快速的, 应用电视机厂商的销售渠道, 然后可以捆绑销售, 对不对, 那捆绑销售呢, 又可以卖电视机, 马上就可以分立的钱, 因此呢, 可以有获得呢, 短期快速的获得市场, 而且获得收益, 因此呢, 这个AP开发者呢, 宁愿选择独特性的API, 而不愿意选择通用性的, 所以就把它否证掉了, 就把它否证掉了, OK, 好, 再来,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台湾苹果日报集团, 有一个公司叫Eden4, 那他, 啊, 这个, 在两三年前呢, 啊, 刚开业的时候有一个假定, 就是他采取呢, 啊, 送HTV, 啊, 就送机顶盒, 然后卖内容, 的一个商业策略, 会大大的成功, 所以投入的, 啊, 这个很多钱, 啊, 做了几十万上百万的机顶盒要送人, 那的确送出了一大堆, 啊, 就像我的家里也被送了一个, 那, 那现在呢, 啊, 如何收集事实来否证他, 因为实际上现在已经知道了, 在一年前Eden4已经赔了150亿新来币而收摊了, 宣告失败了, 但是如果当时在提出这个假定的时候, 能够有效的收集事实去否证他, 那么就不用去, 啊, 做那些事情, 啊, 做错误的决策, 啊, 也做错误的行为, 那么也掉进陷阱, 亏了, 啊, 150亿的新台币, OK, 好, 那么, 如果你是麦肯锡公司, 在当年, 啊, 那你是一个专家, 那你可以不可以透过密系, 跟, 啊, 这个, based on fact, 就是依照事实的, 叫fact-based analysis, 这个是, 啊, fact-based analysis的意思, 啊, 就依照麦肯锡的方法, 来给他找出呢, 可获利的商业模式, 那刚刚的这个商业模式呢, 按照道理来讲, 按照这个麦肯锡来讲, 这个商业模式应该会被否决掉, 但是麦肯锡并不是完全把所有的商业模式否决掉而已, 他是对于否决不了的, 他会再继续做分析, 就像三分天下, 这个否决不了的, 他就继续做实证, 所以呢, 啊, 一定是很可能会帮他找出一个, 啊, 这一个, 可获利的商业模式也不一定, 啊, 那么如果你是这个专家, 那希望呢, 你可以, 啊, 有空, 可以帮这个伊甸士分析分析, 其实我高老师之前就分析过了, 啊, 只是那个资料呢, 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 一直找不到, 所以呢, 以后有机会, 我再提供给, 给你, 啊, 提供给各位, OK, 那我就, 啊, 这个部分, 啊, 这个管理第二种的假定, 这种思维, 假设性的思维, 我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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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